住沙门 这是出家的弟子 沙门 前面说过 是古印度 印度宗教很多 无论是哪个宗教 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 婆罗门 有在家修行的 有出家修行的 这是婆罗门教的 修行人 佛都能教 我们在经典里面 常常看到 婆罗门教的 这些修行人 都以佛做老师 向佛学习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佛并没有叫他改信 说佛教 你特立婆罗门教 信佛教 没有 这说明什么 佛不是宗教 佛是教学 像一个大学里头 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 都可以来学习 佛法 佛法确实如此 不改变别人宗教 欢迎你来学习 学智慧 不管你学什么宗教 你要不要智慧 求佛报 佛门里头 有求毕业 他有求的理论 有求的方法 别的宗教里没有啊 我也求财富 怎么个求法 我教你财布实 这个其他宗教没有 你求智慧 你就修法布实 你求健康长寿 你就用无微物实 佛真有方法给 而且真有用啊 管用啊 你学会了真自在啊 那么由此可及 佛门的教学 是非常实际的 不是讲玄学 不是空说的 真的能兑现 你了生死出三界 也兑现 成佛成菩萨 都兑现 决定不改宗教 因为佛菩萨 是学位的名称 那么换句话是 你修婆罗门教 能不能称佛 你是婆罗门的佛徒 婆罗门的菩萨 你学基督教 你是基督徒 你学佛了 不用改宗教 你成佛了 你是基督佛徒 基督菩萨 所以大臣团结世界宗教 很容易啊 宗教怕你 怕你拉信徒 现在你不拉信徒 你是在办学校办补习班 我们都能学上阔的 去学智慧的 去修长寿的 健康长寿的 这好死啊 来吧 好 好 iko 小 来 那个 小